奥特之母既然是男儿生 日本首相都给奥特曼配过印尼感性嘛 众所二维粉周知 招和二作为整个奥特系列的基石 奥特流兄弟 L77双子星 TV战神巴林老师 相信各位是再熟悉不过了 但就是这些家喻户晓的知名角色 也有着许多显为人知的神秘冷知识 本期二维就带大家回到招和 给大家巴一巴 招和二都有哪些冷知识 那么万 奥王的大牌配音 作为神秘思考中唯一一个能说话的 奥王不仅身份高贵 自身的实力也十分强大 而且他在超音和传说中的配音 那更是超级重量级 而且阿伟可以打包票 这绝对是整个奥特历史上 最大牌的配音了 而这位配音 正是小拳纯一郎 可能很多小伙伴 都会觉得这个名字有时候 不过人家可不是靠这个配音出名了 人家出名是靠自己的小副爷 那这个小副爷是什么呢 也没什么 就是简简单单一个日本前首相而已 小拳纯一郎 于2001年到2006年期间 担任日本内阁总理大臣 是日本30年来 在任时间最长的首相 哪怕是2006年卸任以后 都能拥有着很高的名义支持度 而这样一位大人物 竟然都能被远古请来配音 好家伙 首相配奥王 远古这得有多大的排面 那么一 奥特曼的战吼 说到最经典的奥特曼战吼 相信大家最先想到的 肯定就是初代的洗袜子 初代的战吼 由配音演员 钟曾根雅夫所录制 据说当时奥特曼剧组 在确定了初代的外形设计以后 便开始救奥特曼 到底要不要发出声音这一问题 进行了激烈的讨论 最后得出的结论是 不叫是肯定不行的 因为如果光打架不发出声音 那不就成机器人了吗 可如果要发出声音的话 那又该是什么样的声音呢 众人苦思冥想了很久 并在这期间 试过了各种各样的声音 但还是毫无头绪 而就在这时 一位工作人员 无意间发出一声洗袜子 而正是这无意中的发音 却直接成就了几代人的童年 好家伙 这就是无心插流柳成音啊 而在这之后 远古便选择了 中增根雅夫前来配音录制 这才有了初代标志性的战后 而值得一提的是 除了初代 左飞与杰克到现在为止 也都是用了中增根雅夫的战后 只不过左飞的是地上版 杰克的是高升版 除此以外 就连美国的帕瓦特奥特曼 用的也是这版的战后 可谓是经典中的经典 那么三 没有名字的奥特曼 招和民耿千千万 龜曼起码战一半 龜曼作为招和梗王 什么手镯架子啊 谢谢你泰罗 龜曼火花一闪 雷杰多人头落地 都是奥迷们津津乐道的民格 可就是这样一个 深受全球观众喜爱的龜曼 在早些年过得实在是有些惨 首先在原本的设定中 龜来的奥特曼里面的奥特曼 本来应该是从宇宙龜来的初代 但这个设定最后被废弃了 这才让杰克得以成为一个独立的奥特曼 可离谱的是 虽然设定改了 但剧名并没有改 还是叫龜来的奥特曼 捷克就被简单地称为新奥特曼 在艾斯中更离谱 竟然被叫做奥特曼二世 而一直到捷克诞生13年后的1984年 捷克才被正式命名 可就是这样一个捷克等了13年的名字 竟然还只是给太子爷命名时的废案 而且好不容易有了自己的名字 那时日本那边的老粉丝还不买账 他们觉得捷克就应该叫新版 要是改了捷克就没内威尔 好家伙 这幸好是现在这种反对生没了 不然捷克跟初代一起出场 那得有多尴尬 那么四 奥特曼的计时器 自新奥特曼的PV放出开始 新奥特曼的形象 哪怕是到了如今 也依旧争议不断 这其中有很大一个原因 就是因为新版的奥特曼 胸口是没有计时器的 要知道 无论是彩色计时器 还是三分钟实现带来的紧迫感 都是奥特曼作品的一大看点 并且是从初代开始 就一直传承至今的传统 但新奥特曼却摒弃了这个设定 这也导致了很多奥迷一下子接受不了 可实际上 在陈天空设计的奥特曼的原稿中 奥特曼原本就是没有计时器的 这点其实从初代TV的变身画面中 就可以看出来 此时的初代是没有计时器的 那为什么后来又加了计时器这个设定呢 这主要还是因为当时的远古 经济十分的紧张 所以特色的画面一多起来 不仅烧钱 而且还伤皮套 最后几经四所之后 才给初代加上了计时器 于三分钟作战的实现设定 可让人没想到的是 这个因为自己短缺所增加的设定 反而大受欢迎 这个计时器的设定 火到什么程度呢 这么说吧 初代大获成功之后 远古赚了钱 便拍了不受计时器限制的赛文 结果谁知道 这下观众不满账了 纷纷请愿远古 加回计时器的设定 没办法 远古只能在播放了十几集的赛文上 又重新加回了计时器的设定 那么五 赛文的原稿 作为远古的亲儿子 虽然赛文曾经有个红超人的曾永明 但其实赛文早期的废案 既然是蓝色的皮肤 这由于当时初代的皮套演员 古古敏离开了远古 导致远古只能选择了 五头身的上膝红色 来出演赛文的皮套 也正因如此 才导致陈天亨 大量的修改了赛文的上半身 目的就是为了增加视觉对比 从而让赛文的身形 显得更加协调 但这也大大的破坏了赛文最初的形象 不仅如此 在远古中的赛文 原本应该是蓝色的 但后来却由于万代的干涉 陈天亨才在不得已的情况下 更改成了我们现在所看见的红色 而陈天亨作为一名艺术家 自己的作品 不仅被不断反复修改妥协 甚至还做不了主 最后忍无可忍的陈天亨 在设计完赛文以后 便向远古提交了辞职信 从此两方分道扬镳 实在是让人唏嘘 那么六 奥姆的皮套 奥特之母的首次出场 是在泰罗TV剧第一集中 但很多小伙伴可能都不知道的是 这位奥特曼历史上的首位女 第一次出场时 竟然是男儿身 因为当时的奥特之母 不仅皮套是用初代的皮套改的 甚至在整个泰罗里 奥姆的皮套演员 都是一名叫安福城的男性演员 怎么样 是不是没想到呢 不过大家放心 泰罗以后奥姆的皮眼 那就都是女性了 那么七 安静的老师 我们都知道 奥特曼在战斗的时候 一般都会发出吼叫 和老师作为招合有名的全能王 与他灵动花轿的体操战斗方式相比 艾迪在战斗时 却显得安静的出席 一直到英格2之前 无论是客串 还是在自己的本片里 老师除了在超硬核传说里 跟衰仔还有手桌架子 组队打贝利亚的时候 发出了战后 还有在自己的TV第46话中 被玉米棒子咬疼了 叫了一声以外 其他的时候 只有在跳跃和飞走时 才会发出声音 除此以外 在战斗时 艾迪基本上就没有发出过什么声音 可以说是十分的文静了 好了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内容 欢迎大家指正补充 近主页 带你了解更多奥特曼